捷克中院议长艾达莫娃率领大型访团来台 重要行程之一就是出席台节经济合作会议 强化台节经贸关系 会加强跟非常多民主国家实质的合作关系 不管是捷克他们非常在乎的半导体 自通讯或者电动车 那刚好台湾都是一个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理想的合作伙伴 去年台节双边贸易额超过11.4亿美元 截至去年12月台湾到捷克投资 累计金额为1.67亿美元 是台湾在欧盟投资的第七大投资国 其中前往捷克设厂的鸿海集团 目前已经是捷克第二大出口企业 经济部指出捷克吸引台商投资的优势 在于工业基础深厚 加上土地和人才取得成本较低 而且捷克是欧盟会员国之一 是台商布局欧盟市场的关键选项 台阶经济合作会议 邀请MIH执行长郑显聪 分享台湾电动车发展趋势 捷克综艺长周三将出席聚会程式展 而捷克商务团将举行大规模投资说明会 寻求展开各领域合作 这次捷克大规模访团来台 也被视为台阶经贸关系的新里程碑 新唐人亚赛电视网关中天台湾台本报道